大家好,我是世达教育的助教Catherine,我主要负责CFA二级课程的答疑,目前我已经通过了CFA三级的考试。 世达教育是一家专业的金融证出的培训类院校,不仅提供CFA一级的备考培训,也是温哥华唯一一家具有资质提供CFA二级考试的培训学校。 今天由我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CFA二级的考试,以及我个人的备考经验。 相信大家还记得CFA一级是上下午各120道单选题,每道题都是独立的。 虽然二级考试也是以单选题的形式考察,但是要通过阅读案例,根据信息回答问题,这种考试形式被称为Item Set Question,案例题。 今年CFA改版后,二级考试共考察21道案例题,其中上午10道案例,下午有11个案例,共计120道单选题,每道题计3分,共计360分。 其中18道案例,每个案例分别有6道单选题,剩下的3道案例,每个案例则有4道单选题。 选择题必须要根据案例给予的信息做出回答,并且每道题之间还是独立的,也就是说不存在做不出来前一文而后面也做不出来的情况。 CFA官网上有二级考试的例题,大家可以去看一下,其实通过做例题,大家不难发现做题还是有技巧的。 选择题的出题顺序是根据CASE给予的信息的顺序而定的,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先阅读选择题的题杆,然后再返回案例去找信息做出回答,然后再看下一文题杆,返回案例接着往下找有运的信息,如此反复。 案例的篇幅是一页到2.5页不等,平均篇幅是1.5页,其中也会包含图表。 与一级考试不同的是,二级考试中的一些topic只会出现在上午或者下午。 二级的考试科目和一级没有任何变化,还是实门,但是相较于一级的固定权重,二级考试的权重却是不动的,重点不是太突出,需要大家全面备考。 最爱非考试的难易程度是随着级别上升而上升的。 一级主要是考察知识与理解,重点考察投资工具,而二级考试则是要侧重于运用与分析,重点为资产的定价。 通过其他考试和我的个人经验,我们总结出了二级考试的一些条件。 首先就是随着难度的提升,学习内容增加,非常容易出现看了后面忘了前面的状况, 尤其是对一级基础没有打扎实或者对金融知识不太熟悉的考试来说。 因为是通过阅读案例回答问题,每个case的长度不等,但是阅读量总体来说比较大,需要较快的阅读速度和抓重点的能力。 考试时间较一级而言相对紧张,考试时需要合理的分配时间,以防出现答不完题的状况。 因为二级偏向于运用工具和分析,需要记忆的公式比较多,需要熟练掌握。 接下来是我个人的备考经验。 由于CFA二级学习内容较多较深,偏向于分析与工具的运用,会有很多公式。 公式一定要熟记背诵。 我个人觉得准备CFA二级考试是需要多做题的,因为学习内容较为灵活,可考性很强,需要通过做题来熟悉考试套路,并且达到熟练运用知识点。 另外,案例题并不是很常见的题型,大家可能平时接触不多,一定要通过多链题来提升体感,筛选重要信息的。 CFA二级的难度我个人觉得较一级而言,难度是大幅度增加的,尤其是对金融不太熟悉的考生。 背考可能会有一定难度,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看Notes,做笔记。 在平时复习的时候,可以通过绘制四维导图结合来看Notes。 这样可以建立起知识框架,使条理更清晰,提升效率。 在学习的时候,一定要注重每个章节前面的LOS,尤其是注意里面的动词,比如说Define Calculate。 这样的话,可以抓住考试重点,使复习的效率提升。 一定要做到熟练使用金融计算器的各种功能,因为有些靠掏工是很麻烦的计算,比如说Standard Diviation这些完全可以通过按计算器算出来,可以在考试时节约大家的时间。 每个人的情况不同,但一定要结合自身状况制定合理的备考计划并严格执行。 在考试前,可以在官网阅读考试的注意事项,比如什么可以带,什么不可以带,什么行为是有作弊嫌疑的,大家可以留意一下。 对CFA二级的考试就介绍到这里,谢谢大家。 对CFA二级的考试就介绍到这里,谢谢大家。